好久不見這種畫面吧 各位今天是純粹久違的vlog 今天我們要去屏東 當天來回 現在時間差不多早上七點半左右吧 現在我們人在休息站這邊 好想睡覺 今天我發的影片是每個禮拜我的兄長開箱子 不過這個禮拜真的要暫停一次 我現在人在屏東這邊 因為我二一丈最近這幾天過世了 所以我們就特別下來一趟 你們都知道就是致敬的 一些事情該做 其實最近比較有感就是發生了這些類似這種 離別的事情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我的好朋友Neko最近 前一陣子她的爸爸才剛過世 然後再來換這邊 二一丈過世了 還有前一陣子我才發現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比較少聯絡的好朋友 最近我才知道她其實也已經 就是才剛過世 這種狀況下其實是很難 我個人的心情上來說 至少 這幾天內 我是沒有辦法 就是帶著非常快樂 非常開心的情緒 然後去 拍一些 就是平常你們可能看到的 很開心的Vlog 或是兄長開箱子之類的 總是要花些時間 讓我的心情沉澱一下 因為 我最近老是在想一些事情 尤其是 在 從去年 我正式到30歲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年齡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你只是歲數增長嗎 還是看起來 越來越老 還是有其他不同的意義 我自己給自己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年齡所代表的就是 你的 回憶 你的記憶的累積 隨著你的年齡越來越增長 你所 你所記得的事情 你所要回憶的事情 會變得越來越多 不論是好的事情 還是 不好的事情 尤其是當 身邊 有人 陸續的離開 那這些事情會 隨著你的年紀 慢慢的增長 你會 累積的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慢慢的 從第一次遇到這個狀況 到 後來 你會開始學著去 怎麼適應這個狀況 怎麼去調適你的心情 去面對這些東西 甚至是 走過這些事情 讓這些事情就成為過去 你就這樣走過去 我想這就是 年齡成長 就是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大家都說 年紀越大 越沉穩 然後你能夠面對越多事情 我想就是 經過這些事情呢 慢慢在你心中的累積 你的回憶慢慢在心中累積起來之後 然後你再去面對 克服 因此 才會變得越來越強 這個事情我其實已經想了一段時間了 我一直想要拍一支影片跟你們分享 我對於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對我來說有什麼改變 還有有什麼不一樣的意義 其實大概 不外乎就這樣吧 也許也是因為 最近陸續發生的這件事情 讓我 特別有感覺 這裡 外面有養肌 所以 那個 咕咕咕咕的聲音 你們就不要計較了 最近我沒有更新影片 主要 一是因為 最近有 做別的工作 就是跟導播有關的工作 所以 比較忙碌沒辦法更新 另外一個是 就可能是這些事情的影響 心情上 其實我有一點 需要花一點時間沉澱一下 坐在電腦前面 然後 開著Premiere 在腦中一直在想 是這些事情 沒有辦法很專心的下去 剪影片 但是這些事情 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慢慢的會 過去 成為我記憶中 新的一頁 大家如果Follow我頻道很久的話 其實我的頻道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去年吧 將近一整年時間 其實每天都在更新的是 我的生活紀錄 Vlog 這陣子晚上 就稍微去點一些以前的影片 然後就覺得 其實還蠻意外的 就是用這種方式 我把我的生活 我身邊的朋友 點點滴滴 用這個方式 間接的紀錄下來 每過一段時間 我回去看以前的Vlog 我都有這種感覺 原來我過去 我把我之前的生活 好好的記錄下來了 當然不可能全部啦 全部一支影片 可能就是超級長 但是 現在想想 我覺得 Vlog真是一個好東西 也許哪天我想回憶一些什麼事情 的時候 看Vlog 回憶的 更快 我想說的事情大概就這樣 其實我沒有太 用心的去整理 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什麼事情 今天真的就是一個 很純粹的 抒發我心情的一支影片 這個很八股 可是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會覺得是真的 就是珍惜 你好好過著每一天 珍惜 你所發生過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回憶在你腦中 珍惜 還擁有明天可以過 大概就這個樣子 今天 是禮拜五 呃 熊掌開箱子 如果沒意外的話 我希望能夠在下周三的時候 補給你們 然後禮拜五 同樣在上一支 熊掌開箱子 這是預計 因為我每次都 期望我能夠在什麼時候 發什麼影片 但是大部分 都沒辦法 符合 我承認我安排時間 沒有安排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是這個樣子 然後從明天開始 就是禮拜六 禮拜六到下個禮拜二 我都會在 台東 如果有什麼台東好玩好去處好吃的東西 歡迎到我的粉絲團視訊 告訴我好不好 好 色情差不多這樣 我要去休息一下 大概在兩三個小時後 就要出發回台北了 看看我妹妹要不要陪我去吃 丹丹漢堡 喵喵 喵喵 這隻貓咪上次來的時候 他生了一窩 他現在又生了一匹新的小朋友 在那個紙巷那邊 噠噠 你看又有一匹新的小朋友在裡面 看誰要 看誰要 而且你媽媽在旁邊 居然沒有生七七 又養 又養 對 想那養的屏東人 再來私訊我 然後這邊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芒果多到用不完的感覺 三 叫做芒果冰 這邊還不是全部 裡面還在打芒果冰沙 這裡還有兩箱 然後對面還有好幾箱 喔 太多了吧 吃芒果皮喔 切完了 切完芒果皮太多了吧 哈哈 哈哈 哎唷 而且沒有加水喔 哎唷 看到他們隔壁那個 飲水機 這個 一滴水都沒加 喔原汁原味的芒果 喔 爽了吧 有沒有吃過有纖維的芒果冰沙 超級好吃耶 沒有 好真誠喔 哈哈哈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丹丹了 我決定回台北之前 買個丹丹在車上吃 我來看一下 丹丹還是一樣超便宜的感覺 我要 我要這個 對我要這個 就這樣 飲料 飲料 茶類的吧 紅茶吧 對隨便你 交給你 好了等一下應該就是 沿路 一路開回台北 就沒有別的事情了 然後 丹丹 大家也都拍過 我也不特別介紹了 我只要丹丹真的是好便宜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認為 好不好 我每次都說我明天見啦 因為我都希望明天能夠繼續更新影片 跟大家一起玩耍 不過 總是會不小心出些意外 但還是一樣 我希望明天能夠繼續更新影片 然後明天開始 應該就會是歡樂影片了 就不太會有像今天這種沉重的話題了 好不好 好啦各位 那我們明天的影片再見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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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喔我差一點就喔 我往後一步就喔 踩到貓了嗎 對 你只要泡水然後它就打開了 因為那個 含 很容易就融化 好 沒有加水它就融化 好